大家好 我是Tim哥 大家好 我學良 學良 哥我們多久沒見你自己說 自從疫情之後 像真的斷了聯繫 疫情真的害人不前 但是你知道因為被很多人敲完 我們這個系列要重啟 好啊 太好了 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啦 一定要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表哥學良 如果你想要知道 萬表的最新的訊息 或是一些有趣的表 可以follow一下 那我們今天要聊什麼表 那其實2023年對台灣的表界 是很關鍵的一年 哦 怎麼說 對 因為整個市場的生態變化 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當然2023年不只是疫後復甦 其實全世界的精品業的變動 都非常非常大 那其中一個很大的變動 是因為很多精品開始直銀化 因為以前很多品牌都會 透過表店來銷售 沒錯 表店都是他的經銷商 那現在很多精品品牌 為了要凸顯自己 跟一般的品牌不一樣 所以會越來越精品化 更徹底的就是走自己的通路 因為這樣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就是他可以直接面對客戶 對 那第二個他可以控制 你的數量跟價格 就不會有什麼折扣了 因為在自己官方網站就是 多少錢就多少錢 甚至再搭配電商 所以是線上 線下 整合 整合的 那所以很多表店現在就缺品牌 譬如說像勞力士 甚至像 Richmond 集團底下的 佩奈海 江山頓等等 其實都慢慢走向 精品化 專賣化 所以缺品牌 會不會跟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有關 當然 因為這樣的前提下 所以很多表店就開始 積極在尋找說 在市面上還有沒有什麼有趣的 還沒有被發現的新品牌 今天介紹總共五個新品牌 有的之前有產經理 開過台灣一陣子 那最近又回來 這也有 那有的是全新 第一次來到台灣的 好 也有很多 那話不多說 沖沖87 謝謝 扛三哈密瓜 羅賊 沒事 咦 為什麼87啊 難道 今年有一些品牌是離開台灣 對 重新回來的 OK 那今天就有兩個品牌是這樣的 首先第一個牌子 其實很多資證表 應該不陌生 應該這個表 它其實蠻有名的 叫做愛美表 愛美表我聽過啊 對 Maris.acqua 那這個品牌 其實在台灣也是經營很久 那只是說因為代理商的更換 所以暫時退出台灣市場 那這個品牌其實從2016年 反而它又創造一個新的高峰 2016年 對 因為它推出了這個全新系列 對 就叫Icon 系列 哦 這些就是Icon 系列 對對對 那其實你看它的表的造型 其實就很符合現在的主油 多層次 多角度 譬如說它的表圈 對 它上面有六個表扣的造型 哦 有 有這種很多冷冷角角的細節 對 這就是現在流行的 而且很立體 對對對 這個表框的部分 立體感 立體感 就是現在流行的這種所謂 一體式表耳的運動表 運動表 因為最近運動表是主流嘛 對 你只要跟運動表搭上關係的就會滿 那尤其是造型有特色 對 層次有細節 就會很受歡迎 因為這樣子其實變色度也很高 對 真的變色度很高 對 因為你看就看到一個那個漂亮的表扣 鏈帶也是做得很漂亮 就有點像是雙排扣這樣的設計 哦 有有有在這裡 對 所以很多小細節其實真的是滿吸引人的 因為隨著運動表風潮的復蘇 對 然後它也帶動了一波新的就是熱門的表款 對 所以運動表為什麼會受歡迎就是因為它 它能文能武動靜皆宜 像你穿西裝這樣 穿西裝也可以 對 很OK 但是你如果穿休閒服運動服 其實也都滿搭的 那尤其它表帶的選擇是很豐富 像這一款這個是材質也是很特別 金屬表款嘛 對 表帶 這一款表是青銅表 哦 對 通常青銅表會配上綠 因為青銅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會隨著時間所謂的舊化 會慢慢產生出那個所謂銅鏽 銅鏽感 那銅鏽其實就是帶有一點綠色 為什麼經常會配綠色的面盤或錶帶 對 就是這樣子 我剛看到它這個綠色在表面上面 它有點像林格文的設計對不對 對 所以為什麼有人會覺得它有點像AP 它的林格文跟雙排扣 屬於個人的舊化的風格 所以每個人那個舊化程度都不一樣 而且這一款錶帶附兩種錶帶 它是做快拆的 快拆錶帶 近年在那個智慧型的那個手錶裡面 哇 每個都想要說我是快拆錶帶 因為你買錶可能就買一支嘛 對 可是你有各種不同錶帶可以換的時候 對 你就好像有了兩支三支錶 所以你每天出門的時候就可以決定一下 我今天要帶 看你今天的穿搭吧 橡膠帶 對 但是綠色橡膠帶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金屬扣 嗯 然後或者是呢 你要配這個小牛皮錶帶 對 這個有點也是有點像雞皮風格的 欸 你看橡膠帶 質感都配很重 如果是橡膠帶的話 我可能會帶去打高運動風 比較運動風 對 這一款是鏤空的 鏤空的 對 就是鏤空表它可以從正面就透視到裡面的機械系列 對對對 這個也是算是 以前都在很高階很高階 可能百萬才會有這樣的設計 但現在因為所謂技術進步 所以像這個是十幾萬吧 它就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也是想要喜歡這種比較機械風格的朋友 就是也是很好的選擇 哦 也很不錯哦 是啊 所以它的材質或者是技術 技術 對 像是這種鏤空工藝 其實也都有很多的選擇 哦 那這隻多少錢 算在看 其實兩隻價位不會差很多 二十幾萬 二十幾萬嗎 那你算賺到就九萬六千 哦 對 九萬六千就有 它價格其實也是很有競爭力 第一款的錶款就讓我心動了 然後鏤空這一隻其實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十一萬八 OK 十一萬八 其實算是很容易入手的價格 第二個品牌這個品牌應該以前也有人知道 柏越來 後來因為也是代理商換人的關係 有換人 也是離開台灣一陣子 那最近又重新回歸了 哦 而且它整個品牌本身它內部也有經過一系列重整 對 疫情的關係 對 所以它最近的產品其實跟幾年前我接觸它真的很不一樣 改的比較細緻比較漂亮 它還有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是會轉 對我剛剛 你剛剛講的時候我一直在看 它的捏盤一直在轉耶 對 那為什麼這個會是它的特色 因為這個品牌它的名字 這個柏越來這個名字是來自一個18世紀的製表大師 那因為它會旋轉 所以它裡面就可以玩很多花樣 包含了等一下我們要介紹這一款 不過在介紹之前先講一下它的故事 因為柏越來這個名字是來自18世紀的製表大師 對 它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它創造了一個機制 叫做自動盤 自動盤 那有在玩表可能就會知道 就是說這個機械機芯 為什麼它可以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你每天不用上鏈它也可以自己走 對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半圓形的裝置 重力的關係 對 偏心它會旋轉 對 那在旋轉的過程就會自動上鏈 18世紀就已經發明 18世紀 那時候還沒有手錶 那時候是玩表 玩表 對 所以那個機制那個時候還沒有很流行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玩表 對 不會沒事在那邊咬嘛 對 可是到了手錶時代自動盤就變得很重要 很重要 幾乎所有的自動錶 你看到都是這種半圓形 對 自動盤 那因為它是這個發明家 所以這個品牌就是以這個概念為發響 哦 它就把很多所謂自動盤 設計在正面 但是這一款它就不是自動盤 底盤還是有自動盤 可是正面它把自動盤這個概念做成 像是漩渦 漩渦感 對 螺旋感 像是Turbo引擎 對對對 你看我這樣轉一下 所以這一款是旋風系列 但它這個是膠帶耶 它是膠帶 它不是 我本來以為拿來說 綠的應該是皮的 對 它是做成鱷魚紋的複合式膠帶 對 這裡 這一款的特色是 它除了面盤會旋轉之外 對 它是碳纖維的 它碳纖維 這裡 黑色碳纖維 其實也是蠻有分量 可是戴起來其實還算蠻輕的 今年的一個新款 旋風系列 對 然後它這邊批就是 他們應該他們的logo 對對對 ok 那以前這個品牌叫博越來 對 那現在改名字叫做佩麗表 佩麗表 因為它名字叫佩合類 給人這種 源源不絕的動力 動力充沛的感覺 喔 了解 第三個品牌 好 那這個品牌其實也是很新的 也是新品牌 新品牌 對 那這個品牌特色就是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是 很新的 有意思的 駕駛 所以 也不知道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